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攝影一周的時間 今天又是Hidy Miss和Andy Sir 首先講一些玩具 這個玩具已經講來講去幾十次了 就是這個NICON ZF 這次有個真身出來 這個真是像真的 因為這個像是一個真正的機器 因為它有幾張 有後面,有側邊 ZF字就放在ZFC 就是左邊,放在右邊 這個東西就像真的 還有呢,似乎 真的會出生 即是,初初出那個 四千多萬像是假的 後來這個二千五百萬像 就似乎是reasonable 和真的 還有,因為它二千元美金 即是一萬五六元這個價錢 差不多了 是的,因為我覺得 現在最便宜的Full Film機 是一萬至一萬二元 嗯,跌到這個價錢 現在的Z5 即是或者其他的 即是 就算你是NICON的R8 都是一萬二元左右 就是Canon的R8 Canon的R8 都是一萬二元左右 但是這個 NICON呢 這架機一萬五六元 因為它是一個 即是復古的設計 這個是貴少少的 但是不是貴得很多 如果它現在一萬五六元 是非常合理的一個價格 那如果它一萬五六元 你說要去到四千五百萬像 因為它這架機 似乎呢 對焦的所有東西 其實我覺得 它是一個Z63來的 因為它所有說 都是好過Z62、Z72的 那 那 很期待 還有它還有 它還有兩個卡槽 不是一個卡槽 不過 另外那個卡槽呢 是MicroSD來的 即是這些小卡仔 這麼型的 用什麼用處 用來返回 沒有所謂的 它這樣做 有一個好處的 就是 不會浪費了個位 即是它不想 那部機大 即是如果你做個CF Express CF卡 那一定會比較厚一點 那張卡也很貴 張卡又貴 那它現在的MicroSD 便便宜一點 因為太多了 因為電話出了很多 現在那些512都不是很貴 不過你買了這部機 都不是想著去拍攝 是 不是想著 不是想著Z8這樣用的 就是 不會想著 在Z8、Z9這樣用的 但是它高速連拍 都相當快的 都是30張的 是啊 所以這部機 就算你用SD 你都要買快一點的SD 如果不然 你會立下立下的 不過現在SD真的便宜了 是 而且有些新的SD 不是比CS Express 或者我們以前的XQD 很多的 是慢一點 都是 但是不是慢很多 那 當然它又便宜了 即是 即是SD卡 始終是便宜一點 那 所以呢 這部機 應該是真的 似乎 好像九月初 就會出生 你這樣說 好像我也有點衝動 很帥 是啊 它很帥 很帥 因為它事實上 現在我看它的SPEC 它就是Z63 夠啦 是啊 如果你不是真的 要COP相機 很厲害的 其實我覺得2500萬 就是夠的 其實我覺得你如果不是 去拍動物 是 大著那些 其實是夠了 沒錯 沒錯 那這個其實是不錯的 那好了 講完這件事 再講多一件 其實又是 又是關於這個什麼的 那就是 這隻叫 Lexa CF Express Type B 的卡 但是有什麼分別呢 因為很多的 為什麼我要講它呢 因為它是一個叫 SILVER系列的 其實是高性價比 便宜一點的 便宜 便宜 這隻卡 一向都貴過普通牌子 便宜 它這隻卡 其實呢 是低一點點 規格的 它的寫入速度呢 只有1750 和1300 那它的差距呢 就是差10-20% 好笑 之前是1077 是的 會是差一點 慢一點 但是我覺得 已經夠了 這個速度已經夠了 那它有三隻 這個容量的 128 256 和512 不出64了 沒有啦 64太小了 我這次拿著這64 是非洲 很快就沒有了 真的 因為 當年的 幾年前買的東西 現在就不會了 那它128呢 是七百八十塊而已 那是 真的便宜到很多 是啊 那它 256更便宜 1092 即1100就有256了 真的很便宜 那還有呢 給我呢 我就會買這張512了 512喔 不用換卡 是 但是1300 1326 那真是很便宜 很便宜 因為上兩個星期 它們在說 沒有牌子那些 是啊 差不多3000元 3000元 是一T 一T 沒有牌子 一T是特別貴一點的 那 但是我覺得現在 不適合買一T的 實在是太貴了 那當然你有錢那些 你有錢的朋友 有就沒有所謂 只要有 學生日 只要有就行了 但是問題是 我覺得 因為它遲些又會跌 你這麼快買些最頂級的東西 其實是很便宜 它真的便宜 前一陣子 在淘寶上沒看到 大陸的牌子 是啊 大鯨魚那些 大鯨魚那些都要的 都七百多元 所以我覺得 這個Nexa 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這隻銀 因為它的金那隻 是貴一點的 貴一點的 又快一點的 但是我覺得不需要 因為 你去得 CF Express 是很快的 其實已經快了 加上你相機自己的功能 是 30張 沒錯 加上你的相機已經很快 所以兩個是很配合 所以我覺得 這隻Type B的SILVER系列 是值得介紹給大家 挺好的 真的 因為事實上 我只看見780元 1092元 和1300元 我買了1300元 是啊 買了1300元 有512元 穩陣 幸好這次借了你這張CAM 我買 那我這64元 就是 我當年是買Z7的時候 有時候被迫著買的 因為Z7 是一定要用的 是一定要用的 你CF卡的CarReader 又不同了 是 其實CarReader也不便宜 沒錯 CarReader有幾百元的 如果你不用CarReader 你又唯有 用一個相機插進去 這麼慢 這個值得推介 這個值得推介 是的 好了 那今天呢 還有第三樣東西 我想說的 就是 這隻 這隻 沒得買的了 只是說給大家看看 就是 Context 就Cossova 這個 法國時裝品牌 Klasabranker 的一隻相機 7000多歐羅的 64000元 那已經是貴了 但是這隻 Context的G2 一套都貴的 那它是很帥仔的 顏色很漂亮 是啊 顏色很鮮麵 像歐洲那些顏色 是的 那當然啦 這些好像Leica那樣 買來玩的 Leica沒有那麼 顏色的 買來玩的 很漂亮的 是很漂亮的 那 現在是買不到的 因為它是出很少的 一出就已經搶購一空 但是呢 它真的很特別 真的 因為這隻Context C2 在菲林時代 我也有過一套 當然是普通的 那些 都一萬多元的 那些是一萬多元的 很貴的 但是它是 旁逐相機的 一個很漂亮的相機 那當年我們玩過 但是它現在玩到這麼高級的 那樣的玩法呢 那當然它是有它特別的地方的 那也都有很多愛好者的喜歡 給一些戴黑粉絲 對 給一些戴黑粉絲 還有時尚那些 很喜歡 沒錯 顏色那些 真的很漂亮的 襯上衣服也很漂亮 即是受興的 那是沒得賣的 那有人在二手市場放 買得這些機器很少放 即是它除非是炒的 所以 就一定是會再貴一些 即是你給它那六萬四元 再要貴一些 即是Leica那樣 對呀 對不對就大家想 自己喜歡的東西就不用價錢去買 沒錯 那這些就不是我們普通的旅行 對呀 的人會用的 我都不捨得用 這麼漂亮 對呀 那是呀 用花了那怎麼辦 這次是非洲回來 所有東西都洗出來是黑色的 咦 這麼豐足的 好了 那再講一個 這個呢 就是我們大陸的鏡廠 我們講美科 美科呢 美科呢 就全 今個月呢 就會發表一個 AF的這個 鏡頭 85 1.4 的AF 人像鏡 人像鏡 是 很厲害 因為它是首支 可能是首支的 CANON授權的 ROF的AF鏡 多數是手動鏡 多數是手動鏡 多數手動鏡 就因為不給授權 對呀 現在給授權的可能是 NICON NICON有幾支授權了 亦都授權了給騰龍 有很多鏡 那CANON 就一直沒有的 那所以呢 這支可能是第一支 CANON授權的第三方 多大大 多英俊 不知道重不重 重 所以呢 我不喜歡它的就是 關於這個 因為它是8組13片 0.9米 0.98米的最近距離 最近距離又不好 還有正重800克 嘩 是很重的 很重的 所以呢 它可能在光學那裏 下了很多功夫 但是我覺得 很重 是在違反著 現在 無反世代 我覺得這個重量 跟那支SIGMA 有一支 35mm 那支定焦 可以飛 那支是出名重的 有些鏡子出名重 效果很漂亮 那支 但是 其實已經是明日 黃化的 但你都不會拿出來 用得很重 因為現在 坦白說 現在 F1.4 其實是不需要的 如果我現在 我正在用NICON 我這樣的發難距 我這樣的 蚊口 我一支1.8 是已經KO以前的1.4 點銅而已 是啊 但是我輕很多 是啊 所以 這個點是 當然我現在 又可以買一支 1.2 但是那個 那個利害程度 又再高 但是當然 我其實 不用去到這麼高 基本上 所以我覺得1.8 是夠的 2.0 都夠 所以基本上 我就覺得 它那個方向是錯 當然 它能夠 拿到Canon的授權 做了第一支 還有價錢 應該是便宜 沒錯 它現在沒有出過價錢 但是我相信 800g 這麼大支 不會太便宜 因為它裡面的鏡頭 要錢的 還有它要做到 當然它現在 是 它這支鏡 在美科這間廠來講 我覺得它很大的 信心和什麼 因為它不只是Canon的 RF 它還有 Nikon的Z Sony的E 甚至乎 Nika的L 全部有齊 全部有齊 所以 即是說 它這支鏡 它是有信心 但是問題是 我覺得它是有少重 因為這個重量 這個 這個什麼呢 第一 如果你的價錢貴 人家不如買正廠 是 是 坦白說 在價錢上面 我覺得是便宜 我不相信它贏到 我知 851.8 那價錢贏到你 哈哈 我的價錢 我都是五千多元 但是問題是 它的價錢贏到我 我就不如買正廠 所以 所以這個是有少少少 有少少少 如果它夠膽賣三千元 我又覺得它會有機會贏 但是我覺得它800g 那麼重呢 很難 很難 如果你給我們的女士 男士我不管 你說給我五千和三千元的分別 重量重這麼多呢 我會想 簡直輕一些 是啊 真的 說真的 現在 無反世代 輕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 現在 有很多人 還用幾十年前的概念 嘩 重 嘩 真是正 嘩 嘩 重了 我都說回 這次我們去旅行 都是用舊鏡 加多一個轉折環 就是加多一個1.4 就是用二百五百 加了出來之後 那隻鏡子 沒有說質素 很重 很重 沒錯 那這個也是 我覺得 無反世代 輕 小 還有價錢便宜 是很重要的 你一用了輕之後 你走不回頭 回不了頭 回不了頭 所以 說真的 都說了 如果 如果我知一百零六百一出來了 那我就要拿去打阿雀的 因為應該是很方便 還有 我肯定 會贏過我知二百五百很多 因為你沒有了 你只是沒有了中間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已經漂亮很多 他應該還有一個 自動加一個1.5個轉折環 不是 不是 當然不是 如果不是每萬幾塊 這麼便宜 三萬塊 可以了 八萬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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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有1.4有2 是自己拍下去的 就是以前那種 OK 那 快點 行不行 沒有啊 不是 這個 這個 沒有可能的 發生的事 暫時如果以萬幾塊來說 如果萬幾塊拿去這樣做 八萬塊 哇 厲害了 六萬至八萬 如果真的有一個比較遠的 還有它是大顆鏡的 那個光圈又會大些 如果弄到在內置1.4和2.0 是 是 就會這樣做 發夢都可以的 發夢都可以的 將來可能會有 很廢油 其實那些東西轉得很快 好了 Heidi 你們有些什麼 拍了回來 好像你們去完非洲 對 今年第三次去非洲 這次不同的 這次是拍動物多 這次拍動物 首先拍動物 大家不能避免 就是說 你輸在哪裏呢 就是輸在你的鏡子和鍋肌上 真的 這次我想說 當然 那些朋友仔 拿一支炮 拿一支幾萬元 十幾萬元的鏡子 他第一次已經贏了 他出來的細節 你真是 是 沒得說的 沒得說的 那我這次也是 介助說 我們最便宜的裝備 就是Vivo Vivo 90號 90號 90號的手機 因為上一次 我是南美比亞回來 看一些照片 很多學生很興奮 是 真的很漂亮 這次我就是反方向講 沒錯 我覺得有些東西 不只是有好處 有不好處 那大家先看照片 大家覺得怎樣呢 首先第一張 已經被剛才和Andy 我們兩個Andy已經說完了 我們先不打他 先說了 這樣 這個時刻 其實他很快 是 你同志 就算不高初連排 你很快 都可以的 是 等一下我再說這張照片 就是明眼人看完之後 是沒有了一個細節的 是 我們先看好處 我先打他 首先你都是一個手機 很方便的 這幾張都是 都是 看出來 其實 我特地要寫了一個 多少mm 給大家知道 100mm 就好很多了 這個很近 我真的窗口 那裏 因為你看到這裏 360mm 就開始不見 100mm 那些毛毛 可以見到少少細細 所以 很明顯 現在可以看到 手機 多漂亮的手機都好 在長焦那裏 會輸的 一定輸的 因為它也是 我是ProPlus Vivo X90 ProPlus 已經是比較有長焦的 3.5倍 3.5倍 好過師傅那部 師傅那部是2.5倍的 不過始終好像Andy所說的 大家在哪裏 Y鏡的iPhone 你都不會輸的 是 一去到夜晚 現在Y鏡的電話 大部分都有回不上下 是啊 一去到夜晚和長鏡 你就會輸了 就會輸了 3.95都OK 你會看到 會看到藍天體 都好些 都好些 一過了300 真是 這張2.26已經沒有那麼好 比較Flat的 你可以看到 摸了些細節 很多時候 細節 還有3D立體感差 是啊 那你如果當是一張手機上 就OK 如果你放在Facebook 沒有人知道 很不錯 22路 這樣又有3.5光圈 但是因為我們經常放大來看 才發覺的問題 不敢 這張我又說了 57就好些了 這張漂亮 是啊 很明顯看到的 你摸腳架 就這樣手持 那個 moment 很快手 加上後面 那些燈 我覺得是不輸的 這張 相機拍出來 很漂亮的 沒錯 除非你用什麼 怎樣去收拾 相機你很多時候 塞了個機 你設定好 它走了 是啊 這是一個 moment 一人一過去就走了 但是手機呢 是快的 它的光圈都不錯 說1.75的 沒錯 那這張我覺得幾滿意 沒錯 當然 如果它站過來 小小的頭 可以在光圍那裡 就好了 但是你不能擺拍 沒有的 我可以擺拍 一些Model 美女 不可以擺拍 那隻班馬 對 對 那這些車頭 放在窗裡 它真的可以 藍珠霸為 這些絕對是 不能輸的 這些一去到Y勁 104mm 那這些都是Y勁 那這隻呢 就去到306mm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不喜歡它那種立體感是差的 就是很平的 不過你這樣看 當然這個你手機 不要這麼說 它有沒有眼神光 其實你想想我覺得是最值得的 是 它那個 它的細節是不差的 是啊 但問題是 我當然是覺得它很平均 都很遠 是 這隻為什麼我拿出來看呢 就是我今年 6月7月 其實這隻料 叫做secretary bird 即秘書料 原本是南米比亞很多 今年是沒有了 我們兩個團 都沒有 找了都找不到 接著是肯拿 就有了 就有了 我都覺得是有些事情不能說的 是 這次另外呢 是南米比亞很多西牛 白西牛很多 原本他們說很難得見到 在南米比亞我見到 差不多一講了 露賓爾一隻 肯拿一隻都找不到 這次我們找了四五天 找不到 其實很多事情連年都在變的 有些環境 天氣 有些事情不是 幸福不是必然 是嗎 是 沒錯 這張照片其實 大家看到 就不是我們要選擇 要怎樣的 這張照片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那些導遊 都看好了 讓大家下來 去喝杯咖啡 吃個 有些團友自己在那裡 吃個午餐 我覺得很漂亮 就是這些位置 在非洲草原上面 當然我們很過分 很貪心 當然是一張卡 嗯 這些十幾至二十幾mm 就很漂亮 是嗎 就跟 不是 就跟相機分別不大 你看看 就是YD更漂亮 是呀 十四嘛 這個十四 其實這兩張照片 用來給大家比較 二十三和十四 你看看 我覺得 那個YD的感覺 那個是有一個 一個 一個Y鏡的感覺 是嗎 完全有的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 相機也是這樣 手機也是這樣 是 乖點是漂亮點 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 我所指的就是 相機和手機 不是 相機和手機 我似乎看到 一超過了 百幾mm 開始有分別 你二三百的那些 你就看到 完全不夠 大景不夠 是 好像這個七十七mm 都是屬於 即是中距 都屬於 都感覺到OK 可以接受的 沒錯 都OK的 是 大約三倍左右 這些就真的很OK 這些都是 一支中距 二十幾mm 這個是我住過 這張完全沒有收拾過完相 所以沒有一個朋友 就是我住這個屋 旁邊 就是班馬在那裡行 其實它都在動 因為慢快門 就是晚上的 夜晚的景 不過都可以接受的 沒錯 沒錯 那這張就是剛才看過了 那這張是75mm 這張是不錯的 75mm 我覺得可接受 不錯的 不錯的 這個真的站在車那裡 看到 那就摸得再增近一點 再增近一點就散了 因為很暗 那些事 我覺得它超過三倍 開始有些問題 因為它六點幾 其實是很暗的 不過它都處理得很好 我覺得是 那 Vivo這部機 有一件事 我覺得是做得很好 它就是必要享受這個AI 去幫你去處理 是一定的 是 處理都很好的 而且它不是好像有些牌子 不說名字 那樣處理出來 好像化妝化得過了 過了 很artificial 它這張相對來說 是漂亮一點的 是 這些都是原相沒有收拾過的 23mm這個 是 那出來我覺得OK 就是反而 不過呢 我就想這張照片 我特地想試一下 用那個叫做聲望的 是沒有相機那麼漂亮 你放大看回 其實有全無光 記得了嗎 一定的 這些是要用相機才行 這張照片呢 如果用那個相機 你看看 其實那時候都有 這張照片 會很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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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收光圈 會很漂亮的 是呀 這個不是說手機真的可以買人的 所以手機是 不是完全代替了相機的 是呀 那這些歪的 我覺得就是出了些細節 OK 那你看看 這些又是90mm出來了 好啦 那我們後面 就放了 放了一些相片 還有一些小小片 給大家看看 OK 好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 多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